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说 你不开心 心中就充满负能量 师父还说 你今天不想做这个那个 不开心了 负能量就充满你的心 你就失去了正能量 失去了光明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弟子分享念诵要是灌顶真言后的感应和发喜 第一 念诵后明显感觉提升能量 振奋精神 白天不亦疲劳犯困 依许愿念诵一万遍 每天至少念四十九遍 第二 弟子前几天受凉感冒 在念诵时就祈求菩萨灌顶加持 保佑感冒尽早康复 念诵数量从每天四十九遍加到一百零八遍 从感冒第三天开始 加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和一百零八遍观世音菩萨圣号后 再念诵一百零八遍 药师灌顶真言 第四 五天感冒迅速康复 过去如果感冒吃最大剂量的药 还可能需要两周以上才能好 这次只吃了最小剂量的药控制症状 蒙佛力加持 四至五天就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药师佛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许愿一万遍药师灌顶真言 加二十一遍的礼佛大忏悔文 开始念礼佛大忏悔文七遍 接近中午了就暂停去煮菜 突然觉得喉咙有点痒一直咳嗽 咳出来很多年年的痰 好不容易午餐准备好了 这时鼻涕一直流 突然一下呼吸变得很顺畅 虽然还没念完 礼佛大乘伟文和药师灌顶真言 就得到这般强的效应 感悟道 这是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透过师父 给我们末法时期最好的疫苗 让我们可以消除病菌 消灾解难 躲避疫情 感恩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 感恩药师流离如来菩萨 慈悲加持灌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也是在看到开示的当天 就试着念了49遍 药师灌顶真言 念着念着就感动得流泪 当天有点感冒头疼 念完头就不疼了 当晚还梦见作文写得不错 得了89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说道 我许愿念一万遍药师灌顶真言 之后念了21遍 礼佛大忏悔文 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过程中 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 回顾自己的一生 自己过去不好的意念 实在是太多了 最多的就是怨恨 小时候怨恨爸爸 成家之后怨恨丈夫 怨恨公婆 怨恨孩子 脑子里的这些 盛汤烂骨子太多了 当天晚上一躺下睡觉 在半梦半醒之间 梦见好像观世音菩萨和药师佛 在自己家佛台上 然后给了我一颗丸子一样的东西 这颗丸子一样的东西 在我身上上上下下起作用 好像把我脑子掏空一样 早上进洗手间 梦一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脸 顿时感到自己的脸白了 斑也淡了 肤色不好跟病毒有关 病毒跟不好的意念有关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药师佛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师父告诉你们 在西班牙 有一个木材商的孩子 他从小生着很呆头呆脑的 人们都叫他木头 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有个国王给他颁奖 因为他写的字被洛贝尔看上了 所以他很想就把这个梦告诉别人 但是他想 我告诉别人 人家肯定会骂我了 神经啊 傻瓜呀 怕人家嘲笑 最后他就告诉了他的妈妈 妈妈说 孩子啊 当上帝把一个美好的梦 想放在谁的心中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帮助他完成的 就这么一句话 这个孩子真的相信了 他从此就开始喜欢写作 三年过去了 上帝没来 又三年过去了 上帝还是没有来 但希特勒的部队倒来了 他是一个犹太人 被关进了集中营 六百万人失去生命 他活了下来 1965年 他写了第一部他自传的小说 叫《无法选择的生命》 1975年 他选择的第二部小说 叫《退稿》 接下来他越写越多 终于有一天 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 2002年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 授予匈牙利作家 凯尔泰斯 当时凯尔泰斯 大吃一惊 怎么会我获得这个文学奖 所以当记者问到他感受的时候 他说 我只知道当你认定 我就喜欢要去做的这件事情 多困难 我也不在乎 上帝就会帮助你啊 今天我们认定了佛法 我们知道了菩萨 我们认定我们要修心超脱六道 我们好好的努力 我们就喜欢做这件事 菩萨一定会来救我们 佛陀 阿弥陀佛一定会把我们 接上西方极乐世界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人不能失去光明 光明心就是本心 就是良心 光明心必须要照见 才能明心见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